玩笑轻轻如今买房,成为年轻人的上半动力。 多少人忙忙碌碌一辈子,只为还买房贷,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小片家园。 但在早些年前,圈内的张俊林和袁永宜夫妇,一直都是靠着租房为生,一直没有购入房产。 近日,张俊林在微博上PO出一张海边彩虹照,意外暴露了新购入的无敌豪华海景房。 张俊林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在家里看的彩虹,很感恩,希望所有人都有美好的一天。 然而网友们的注意力并不在彩虹,而是半山摇上的无敌海景房。 从张俊林PO出的照片不难看出,照片中山清水秀,宁静的湖面上还停着几艘游艇,对面山上还有几座若隐若现的好宅。 不少网友看到后纷纷感叹,这才是真正的无敌海景房啊,从你家窗外望出去就没有不好看的。 还有网友开启羡慕极度狠模式,哇,有钱真好,本穷人流下了悲伤的泪水,也有求你调侃道,都说别墅靠大海。 看来大仙在世界杯期间的手气相当不错啊,熟悉香港的朋友肯定知道,这里就是在潜水湾附近,一直都是富人区。 其实从这张照片放大后也可以看出,对面山上有不少游乐设施,正好和潜水湾附近的海洋公园对得上号。 这条微博发出不久后,立即有网友回应,该网友直接PO出了烂车照,佩子道,我在对面的喇车上看到你家了。 更加证实了张志玲这所好宅,就是千水碗附近,看到这里,小编倒是小歪哥了,估计以后张志玲家对面的喇车生意会越来越好。 其实早就踩红罩之前,张志玲也曾在微博上筛过好宅,照片中袁永一被对着镜头,眺望着远邦的云和高楼,万如仙境,让网友吃狗粮的同时。 再闻一闻金钱的味道,张志玲发自拍的时候,也曾一不小心曝光海警房,如果小编每天能在这样的环境生活,真的是做梦都要笑醒了。 此前张志玲一家购入新帮产的时候,香港媒体曾爆料,共花了9180万港币,这合成人民币也就是8000多万,总面积共达250多平,不得不让改叛,有钱真好。 我们不一样,看到这里,也有网友嘲讽,这么大的房子打扫起来多麻烦。 对此小编认为,人家能有8000多万购入房产,又怎么会缺请打扫阿姨卖一点钱呢? 其实这套海警房好债,也是张志玲和袁永一购入的第一套房产,此前他们都是以租房为生。 袁永一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,现在房价那么贵,租房划算啊。 有什么不好吗?张志玲也曾经表示过,如果我用买房的钱来租房,我可以活到140多岁。 虽然二人只是租房,但实际上他们租的房子也不便宜。 此前曾经搬进过全市湾附近,月租高达20万,同样也是无敌海警房。 这样的租房生活也持续了好几年。 最终,二人终于达成共识,结束了四处租房的生活。 其实中国人一直都有卖房扎根的思想,结束租房生活,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 更何况张志玲一家根本就不缺钱,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呢?